美军的飞天鱼雷和舰载高超音速武器计划 听起来很美好 可现实却很骨感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中生talk 最近中美防长会晤成为G20峰会后 又一个全球热点 会谈期间 美国防长奥斯汀再次在涉及南海议题的讨论中 重申了要坚持所谓的航行自由 由此可见 美国方面并不打算在亚太问题上的行为有所收敛 在中美如今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防长的这番表态 遇事者之后的亚太地区仍不会迎来太平 那么美国之后将会在亚太地区采取哪些举动呢 我们将如何应对呢 据英国媒体《飞行国际》的报道 美国方面最近公布了一系列的先进武器研发计划 其中就包括可从空中投放的飞天鱼雷 以及可搭载到朱姆沃尔特级隐身驱逐舰上的高超音速导弹 此外 美方还表示要将这些武器用在亚太地区随时可能爆发的冲突上 潜在对手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中国 看来美军这些年也受到了解放军的影响 开始偏向于寻求不对称武器了 这跟美国一贯的军事作风可是格格不入啊 那么美军计划研制中的这几款武器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先来看看飞天鱼雷 据介绍这款武器项目名称为HAAWC 意思就是高空反潜战武器能力 乍一看高空两个字就说明这款新式鱼雷的载具不一般了 按照美方的计划 该鱼雷将由P-8A反潜机挂载 能在一万米的高空投放 借助弹体机翼进行滑翔飞行 在逼近目标所处水翼时 便会打开降落伞减速 直到沉入水中开始寻找攻击目标 有消息人士透露 这款武器是基于美军的MK-54鱼雷改进而来 加装了制导系统 最大射程约60多公里 不过这款武器实际使用起来 却并没有美军说的这么容易 首先P-8A反潜机要想精准锁定水下航行的潜艇 其飞行时离海面的高度就不能太高 而在执行反潜作战时 这一高度将会低于100米 为的就是能将鱼雷投放在 距敌人潜艇更近的距离上 其次P-8A作为一款雷达反射特征很明显的危机 战时将很难躲避我解放军各种雷达的锁定 而冒险进入解放军攻击范围投放飞天鱼雷 最后大概率会成为解放军 部署在南海岛礁上的地空导弹的猎物 因此 飞天鱼雷概念停起来很美好 实施起来却难度重重 我们再来说说美军隐身战舰的改装方案 按照设想 美军将陆续为现役的三艘 珠姆沃尔特级隐身驱逐舰进行改装 改装12个垂发系统 以便安装下高超音速导弹 改善该舰火力不足的问题 部分美国媒体表示 停届12枚射程接近2000公里 速度超过5马赫的高超音速导弹 珠姆沃尔特级隐身战舰 想帮助美军与解放军在交手中抢得先机 然而现实情况可能会让这帮美国媒体很失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 美国已经是大幅落后于我国 美军至今还没有一款高超音速导弹服役 在沿的项目也是连续遭遇失败 导致进展十分缓慢 交付日期也是一拖再拖 美方最近一次公开的导弹测试 发生在今年6月份 当时导弹内部在点火后便出现了异样 测试工作被迫停止 而上一个测试出现问题 还是在助推器上 相比美军在高超音速导弹上的难产 我们国家在这上面就是百花齐放了 陆基我们有著名的东风师机 海基我们有鹰基21 而在刚刚过去的珠海航展上 我们更是高调亮相了空射型号 因此未来在亚太地区 中美海军狭路相逢时 美军珠姆沃尔特面对的 很可能是装备了鹰基21的055万吨大局 而自己上面还在用着舰炮 那结局只有挨打的份了 好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留言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